今天上午的九点多钟 扬州市寒江区洪福家园小区内 有一只狗狗出门溜达的时候 不慎钻进了路边一辆轿车的发动机内 不料进去容易出来难 狗主人只好报警求助 这只小狗从车底下钻进去 头部以上被卡在车头发动机引擎盖儿处 动弹不得 消防救援人员想用手拉他 可是小狗害怕 头越发往发动机里钻 狗主人郭女士在一旁 那叫一个着急呀 消防队员原想把车子用千斤顶顶起来 再把狗给弄出来 可是车主称车子是新买的 如果强行破拆 可能会对车子部件造成一定影响 CS店也不予保修 最终救援人员按照CS店维修人员的指点 拆开引擎底板将小狗救出 昨天的除 사